早上听见窗外一个女的非常可怕的声音 叫了包子那个光 然后就说不下去 然后又叫了什么 忘了叫什么 下午我出门要去那个淡然公益所在的医院查艾兹病 路上又见到那个肥猪挂着鸡塔出现了是吧 然后在车上看到一对中东的男女 女的非常白 大约又是针对土耳其情人 中东的那些男的确实挺难看的 还是白种男的好看 昨天晚上在晚上收到淡然公园 淡然公益 我在想会不会我在这里搜中共福建班里已经盯上了 然后去这些地方去查艾兹病 又在他们监控之下 然后趁公共汽车就趁了好久才到 一下车就听见鬼说马上回去 他这么讲 到淡然公益那里看到几个做义工的大学生在门口 然后他们一直对我问这问那 还一直对我解析 但顶费力的 大约是说这里主要是面向男童 我这个人很多疑 我想可能此话 此话外之音是是说难多 屡少才导致男童 可能期间还包括指责我去调男大学生 就是我那个前情人 这几个大学当中其中有一个是女的 坐在椅子上面 看上去很高大 长得一般有点丑 这让我想起 所说的那个前情人的前女友 说 据说 据他说 对方跟他一样高 当最后我说到 我只跟一个人有过性关系 我没结过婚 然后最后一个跟我对话的男的也逃走了 期间这些大学生还愿英文对话 可能是说我听不懂也说不上 是吧 但我真的只跟外国人打交道 我看到中国人一般躲得远远的是吧 因为这大男公医的据说 第一次查是化破指尖 成本是20元 第二次查 确诊才是抽血 抽血 2013年肺炎的时候 也是化破指尖 我搞过嘛 是吧 中国免费的东西 一般是可怕的 是吧 然后我就到楼下 找收费的医院查 一次性的抽血 中国什么都是交易 如果是免费一定是可怕的 是吧 我前情人经济困难 他 据说他母亲多病 他家还有还带的负担 他和我上床之后 他跟我说某案例 是吧 尸体被弃在墙里面 被发现的时候 还是新鲜的 但法医说这是自杀 还是怎么办 反正没说是他杀 反正 所以我对他是怀疑的 所以我 可能 可能福建班的收买他 叫他这么说 那么他在这世上是赚了钱 然后 之后 他要我跟他一起 一起在网上卖银 是吧 嗯 这有QQ截图吗 我保存 是吧 我肯定是不愿意卖银的 然后 我跟他几个回合的争吵之后 我就来负担他一部分的经济 是吧 毕竟有性关系的嘛 嗯 夫妻什么共同财产 所以只要有性关系 肯定是要被供了去 或者供了别人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晚上炒作 并指责青岛 青岛卖很贵的大虾嘛 估计是中国福建班炒作的 在楼下 楼下医院等抽血的时候 李大夫大叫 你们为什么不早上来 全都下午来 似乎要我们回去明天来 这可能是福建班叫他这么说 说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不上班 老的时候不愿意退休 我早上想出门的时候 就听见鬼说出不去 是出不去 一切都在福建班的掌控之下 听到那个话 我就没出去 是吧 我年轻的时候时运不济 是吧 我老的时候机会就来了 这几十年的事情 我肯定很好奇 是吧 我希望官方查 虽然早上我听见我妈说 就这样子都没了 另一个声音也说都没了 可能是说我要停工资 是吧 半个网的时候 一听见我妈多次说 都坏了 毒癌 有毒癌 从医院出去上天桥的时候 有人经过马上闻到非常香的气味 估计是中共福建班的公号老婆 叫人这么撒香水 这样的经验有过好几次 过去如果我在2028说的话太露骨吧 有的时候从外面回来到自己的门口的时候 我就闻到很香的气味 估计又是公公老婆叫人傻的 是吧 然后 我出去 我找回去的车站嘛 然后看到一个白种帅男 跟一个长相一般的高个的中国女的 又看到一个黑人 我在想这是不是偶然呢 我住的这里附近 顶多黑人 黑人白人估计都是 那个 爱慈 都是那个爱慈病感染的危险人群吧 在车站那里停了一辆 公安的车最后的时候 那个矮男对警察说 都调查取证完了吧 这时我才才怀疑 估计这又是王小红安排的男马 一直是说我说的没证据 这调调跟郭文贵底下 郭文贵讲的那些 在公共汽车站的时候 突然上来五个猪囊 坐在后面 可能其中一个还过得去嘛 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共安排的 可能叫我找中国的猪囊 即使我找其中像样的 能有安宁的日子 中国人鼎鼎 是很可怕的 多可怕 全都是特务 我只找外国男人 路上捡了些慧品 下车的时候 见到不远处一个扫垃圾的 一直在那里表演的什么 浩阳在里面掏什么 意思说在那个笨斗里面掏什么 可能是说我捡慧品 要导致他们没得捡的 他们经常表演这个 我想起的那个图科长说的一些话 开始他说 我因为不愿意跟王八结婚嘛 所以我就停工作 他就说 因为我不愿意结婚 所以停工作了 后来他可能被福建班收买的 那个消贩人员 院车给给给给给给给呀 搞伤了 反正据说伤了嘛 我送了一些不太好的举止给他嘛 所以他后来说我连垃圾都舍不得扔啊 说我吝啬嘛 如果条件许可 可能我也得行贿嘛 谁知道 也许我就是一直不愿意行贿的呗 下车以后回回去的路上 又又又见到一个又矮又长的男的走过来 估计中共福建班呢 又以那个黑社会的名义 威胁 一直是说我查艾斯品是为了找下一个男人 为为找下一个男人做准备 然后然后我就把废品打出去卖了是吧 回去的路上见到一个男女的比男的高的一对走来哦 但一起走的不一定有性关系嘛 我已经感到气氛不对的 然后又见到环东代理人的那个 那个一般高的父母啊 各带着一个孙女走来 她的母亲胖到几点了 其母的表情很有意味的 这些都是中共福建班的那只老乌龟的代言人 就是我妈那个前夫嘛 我妈就是要搞找高帅的男人 她去了阴间 为什么 为什么得得得找她问个明白嘛 我也是排斥这些乌龟的呢 昨天晚上有一个铁 脸皮厚的好处 磁铁应当是针对我的是吧 因为1987年我从敏江职业大学 就是敏江学院毕业的时候 公老婆通过我妈帐户师弟 以及我妈帐户 逼我妈投资甘举院嘛 所以公浩老婆 就以江苏人姓梅的那个女的名义 捧红了罗玉芬嘛 这个罗玉芬曾写过一首诗 说了也是橘子嘛 我妈帐户屡次说 我妈和我的脸如何圆 像橘子一样 意思是说不像她那样子 尖尖的 尖尖的尖尖尿 尖尖尿 九六南大瑞士案 最客观真相 可以解密多个疑点 这个题 磁铁中明显 是所谓的 磁铁 它里面就写的 其实是选手的老婆 弄识那个雕爱情 咳咳咳咳咳 为何一直说是做丈夫 一直说做丈夫的是选手呢 咳咳咳咳 因为我过去 一直在20128发帖说 公老婆如何疑似杀人话 但第一对方就出来说了 说你是说公号是杀人话 因为我不知道公号老婆叫什么名字 那我要表达他 我肯定就说公号老婆 把公号后面的老婆两个字给审了 所以他这个帖里面诉说 刁了案件业院的这个手法 业院的这个手法 磁铁中这句话有一句话 过后男选手承怀着内疚头案之手 至此其次该案已破 大公安机关在选手父亲的阻力下 以罪证不住将选手吸办 后选手扶起敌方 我解释了两次 感觉都不大对境 后来又有新的想法 可能公号曾经向上级 揭露过此案的征宣 但被压下来了 不知道搞不清楚 昨天那个新闻嘛 57岁男粉丝上门四爱女主播 被拒后统齐 50多刀致死 有的事情真的不需要我们证据 大家都明白心思动明白 所以说公号老婆没跟那个福建高级法院副院长有性关系 她跟她的亲戚 比如说王小红能爬得那么高 是吧 这白痴都知道 中国人哪拿 都是很厉害的 没那个 不可能有什么便宜可赞 是吧 所以说她这个关系 大家都能想得出来 是吧 你花了钱你 那个 她那个男的就杀你的 是吧 那当官的更不要讲 是吧 嗨 还是 我 gold 照 您 人